我们看到台北市长候选人 柯文哲 外界一直帮他抹绿 说他是抹绿 那么这时候也证实了 和民进党方面确实已经有签了 所谓的契约和密约 那么主要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蔡英文接受电视媒体的专访 那么其中提到了一部分 就是说在施政过程中 希望柯P选上之后 能够和绿营的其他县市首长 会有互相讨论的机会 那么当然在这个转述的过程中 后来电子媒体的提问的时候 他是这样问的 就是说问柯P当选之后 台北的施政政策 是否会如蔡英文所要求的 和民进党各县市讨论之后 才可以决定 可能就是因为听到决定 这样的一个字眼 所以柯P就说 这个契约不是这样写的 但是他说他当然会参与 所谓这个民进党的县市市长联谊 同时也会帮市议员 但是民进党不能够干涉 他的人事 好 那么当然这个事情 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那很多人就是说 其实是有媒体刻意要这样解读 但是也有认为说 其实是这个记者在提问的时候 确确实实好像有点不恰当 所以在这边我先请这个 我们资深政治记者明贤 为我们来厘清这个部分 其实有签密约或签契约 有什么了不起 这又不是一份深浅契约 有需要那么紧张吗 可是他们讲的到底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 其实是有点出入 我这样讲 我前阵子也有跟蔡英文 有主席有吃过饭 他确实也有谈到说 柯P当初六月那时候 确实有去跟他谈过 有去拜会他 然后蔡英文评价 柯文哲是说 这个人觉得你聪明 可是整个一两个小时里面 都是柯文哲在讲 然后最后 当然有这一个口头的协议 后来 因为那个开会之后 也有签协议 就跟刚刚主持人签会讲的 就说柯P要帮民党司议员辅选 然后之后要执政之后 要当选之后 要加入民党的执政的宣承联会 其实这是很基本的 可是这个还是整个整合的过程 大家回想一下 民党在初选的时候 在整合过程 一个是在野联盟整合 所以民党是 柯P是跟民党的司议员 还有他的立委去做整合的 所以他整个叫泛律联盟的整合 是在野大联盟 那柯P现在是为了要淡化说 他不是绿营的 要淡化他的政治色彩 才说他是在野大联盟 整个要跟民党做切割 原本选情告急的时候 蔡英文是最后选前之夜 是要帮柯P站台 可是现在完全都没有了 民党所有的天王 都不去帮柯P站台 就是要洗清说 他跟绿营完全没有关系 那今天爆出这个密约出来 其实当初就跟他民党中央 有做了协议 这个都是事实 那昨天采访有一个出路 其实蔡英文接受专访的时候 只是把这个过程说 柯P当初跟民党中央 有达成这些协议 然后也有 开会的时候 柯P也有签署 是做这样子 然后电台记者在问柯P的时候 就说 你当初有签了 有签了一个协议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柯P说 真的吗 我签的内容不是这样子 其实记者有做一个trick 有做一个陷阱 让柯P跳 可是柯P也是顺势跳进去了 我不管这是不是陷不陷阱 至少柯P跟民党之间 总是有达成协议 他是跟民党整合的 虽然他是有五党级参选 可是他整个批的 还是民党的外衣 他穿的还是民党的衣服 他整个里面的想法 整个都还是民党的整个想法 对 所以议员 现在就是坐实了 这个白色力量 其实泛绿光 这样好 他本来就是泛绿光 我觉得柯P他自己不用否认 然后说二零六年说他是墨绿 我觉得他要承认 他就是说我墨绿 我就是绿的 这个人家才会尊重他 不能说因为今天为了选票 忽然我不是墨绿 我变成墨白的了 这个墨白 所以我觉得说这里面 看柯P本身的用字 他是用契约两个字 如果是契约两个字的话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还有口头契约这四个字的 我们只听过口头协议 协议可以口头可以文字 书面协议 可是明前说有签 有签 如果说他有签署的话 他认定这就是个契约 就柯P来讲认定这是契约 所以如果密约的话那就严重了 你今天不是讲开放政府吗 是啊 所以以后我的决策 我市政推动 都要公开透明化 那今天市长还没当上 怎么跟民进党之间就有密约 所以密约两个字就严重了 就充分证明说他自己不够透明化 那这个开放政府喊出来是假的 所以我觉得柯P这一次 其实我今天看看他们两个的讲法 蔡英文主席的讲法 跟柯P本身的讲法 我觉得柯P可能误解了蔡英文 当时讲的内容 那记者跟他访问的时候 访问的时候 他以为说怎么蔡可以不认这个帐 我跟你不是有签署过吗 那个契约吗 事实上结果我发现到 你去对一下 蔡英文所说的 其实跟柯P所认知的是不同的 所以表示说他们之间 可能在讯息传达上 记者的讯息传达上 发生了一些其中的误解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柯文哲看起来 当选的几率算是有 所以蔡英文现在在专访的时候 讲出来是说 因为柯P选举完之后 假设他当选当市长之后 对 他要受制于民党中央 我觉得蔡英文今天讲话 是这样子 可是柯P他的想法 他当选 假设他当选之后 他是五党级的 他要对于市政 未来市政建设蓝图 他要有主导权 所以今天的冲突点 是在这 蔡英文跟柯P目前的想法 是有冲突的 柯P誤以为说 柯P誤以为说 他会借助他人事的主导 你的意思是不是 蔡英文现在丢一个流星锁 要去套他的头 然后柯P就准备要回答说 不可能让你整碗砸 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柯P他认为 这场选举是他打赢的 并不是民党可以帮助他 才打赢的 他今天是五党级的参选人 他整个的浮宣体系 哪一个不是民进党的 哪一个不是泛绿的 这个他自己明明很清楚 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 一句话才是真的 他说我民进党帮了你 非常大的忙 我没有在台北市提名 你想想看 如果民进党在台北市提名 这也是我要问的 所以你说这个密约 到底是按盘交易 有这么严重吗 还是就是一个默契而已 如果密约就是按盘交易 用密这个字就是按盘交易 黑箱密约 他们现在叫做会议记录 对 会议记录 就是用会议记录的方式 那其实也就是 双方的一个约定 那不管怎么样 不管他是密约也好 是会议记录也好 他们之间确实有这样的约定 这没问题 但我觉得柯P忽略掉一点就是 你今天根本不是一个人在选举 本来你 你号召的是 就是泛律的联盟 那你就是泛律的所有人 都在帮你选举 他说在野大联盟 那在野问题是 其他的在野没有出来 重点是 重点是未来将来假设 你当选之后 你一开始就像说 你所有的人士 你外面人全部都不能干预 然后全部都要无党的 这对民进党来讲 我现在在帮你 那将来你执政之后 就变成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那我在市议会的市议员 是要提你还是不提你 你的政策 我要支持还不支持 这些都应该要讲清楚的东西 如果说绿的已经不支持 藍的也不支持 那他就 他是一个空壳的市长 是不是很好笑 哪里好笑 就是说如果以后 何必乱搞的话 那民进党市议会党团 要对他概括承受吗 你完全没有考虑到一点 他的团队 他可以提出政策 但是你要是议会通过 那议会如果藍绿 都跟他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他凭什么通过 可是我觉得就是 当然如果民进党跟他走得比较近 就是他可以参考民进党的意见 但是民进党不能完全的 就是跟他说 你是不是不可以 这件事不可以 你要听我的 那选他干嘛 他是不是傀儡是掌 那如果维会上民进党 基本利益的时候 民进党也要寄从他 我觉得民进党不能用就是政党 这么大一个政党的力量 然后去对付他的五党级很可怜 那小小的这样子 我觉得那你没错 没错 没错了 政党政治不是这样玩的 我们议会只有两席五党级的 可必可以控制这两席 控制两个 他每次都至少有两席 这两席也不是五党 真正五党的 所以民进党还是 民主政治不能这样操作 对 民主政治 台湾的民主政治 不是这样运作 好 OK 你今天提一个政策 要议会通过的话 你要争取谁的支持 如果大家都抵制你 就像议员讲的 结果大家都背歌你 你所有政策都推不动 今天他要推动很多都更 很多政策 可必新政现在推了二十几项了 这些政策 其实大家不一定都能够替他背书 或都接受 你要推过的话 没有这么容易 你在立法院推动很多政策 好 马英九现在要 推动很多政策 好 你可以说他理想性太高 很多政策年金改革 在立法院为什么推不动 很多支持王金平的立委反弹 所以很多政策推不动 柯P进去是台北市的话 会不会一样的情况 一样会这样子 谁要替他背书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干脆 加进民进党算 不是 他连自己国会都没有 等一下 所以明嫌 你的意思是他干脆 加入民进党算 没有 他自己也说好 他不会加入民进党 可是他不加入民进党 他要用五党 五党联盟的话 这个运作在台湾是全新的 他唯一最聪明的选择 柯文哲最聪明的选择 就是选上以后加入民进党 我不骗你 不可能违背他的政治承诺 那他的议会里面 以他的习性 以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一定状况百出 那这样的政党政治就 Jason 不是我们理解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像 今天柯文哲 他是以五党籍的 五党籍的身份来去选举 那其实政治有时候 就是会 就像是一种政治的 那种交换条件 那我们都知道柯P他想要当市长 那绿营他想要重新奪回执政权 两个人共同的目标就是 第一个就是选票 各个各自的选票 再来就是说 再来就是说绿营他怎么样 就是跟柯P这边进行 就是说所谓的对价 谈对价条件的这种心态这样 那还有就是 那蔡英文心理他也会觉得说 那凭什么 凭什么民进党 把所有资源全部 全部让 就是帮你做辅选 那好处都是你柯P在领 对啊 对啊 现在有点像水稻局 那我现在这样问好了 就是说 好 现在秘约出来了 和民进党的契约关系也出来了 那会影响到选情吗 会影响到柯P的选情吗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他自己要 这个话要讲清楚 我觉得如果他不讲清楚的话 他的选局势必还是会受影响 一定会的 因为现在 你讲清楚 你这是什么契约 什么迷约 那里面还有哪些没有公布的 这个我意见就跟议员不一样 我觉得完全不会 为什么 因为台湾选举重来就不理性 所以很正常 现在支持柯P也就是支持柯P的 他根本不会因为这个 他反而会去帮柯P解释 他这个是民进党 当初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柯P之阿 有自己的想法 没办法 现在柯P在网路上是神 是神 他说什么话都对 国民党做什么都错 医生文哲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密约 这是网路上的事实 我觉得今天大家讲的说 密约其实里面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 保民进党的中央的记者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是新的东西 内容其实都公布过 也讲过了 那这个密约 会不会有造成伤害 我就 就目前的选举来讲 不会 尤其连战前几天讲 那个柯文哲混蛋之后 这两个一比较 我就那个杀伤力比较大 对 没错 没错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这个柯P说他是政治素人 我们网路里面 很多的网军的网友 其实他都是素人 其实都是政治素人 可是政治素人 往往我不容否认的 告诉各位 好歹我从政18年 我在记者也干过15年 跑政治新闻 其实是太过现实 太过理想化 太过幻想 所以也就是说 柯P他想用五党局的一个市长 他假如他当选的话 他要继续这样 用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下去的话 成为刚刚所说的 在议会里面 可能蓝绿 连五党局都不会支持他 到时候一塌糊涂 那市政就是乱七八糟 所以我给他一个良心建议 如果他当选的话 请他选择加入民党 要不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 对啊 他可以加入新党 我举例来讲 他也可以加入新党 他也可以加入新党 他可以的底线 我想到 他自己成立一个党 叫民进党 国民党 来加入 可以 白色力量 好对 就是柯P陣營的白色力量 刚刚提到 已经泛绿光了 好 可是我们来看看 连营这边的铁票 据说会发光 廣告之后回来讨论